疫情逐步走向高点 3号新增2.3万例 死亡增加5例 而12个县市1736所学校受到影响 本土学生确诊单日新增了3288人 医师省张囊估计 疫情高峰将会落在5月18号 单日确诊将达到30万人 国内的PCR检测 还有我们确诊通报的量能有一定限度 可能会呈现一段 就是好像每天差不多这样 实际的确诊案例可能是更多 节省医疗量能指挥重新3号表示 居检者和居隔者 未来渴望快筛阳性等同确诊 但这项措施是否在5月中前上路 有这个可能性 要看我们这个行政程序 还有大家的意见 基本上讨论医名差不多了 将会经纪人陈子红 日前分享抗疫方法 快筛阳性就待在家中 自我隔离不用做PCR 但是专家黄立明认为 65岁以上糖尿病 慢性肾病心血管疾病 孕妇以及BMI大于25等 重症高危险群 如果快筛阳性没有通报 就没有办法取得口服抗病毒药 可能会陷入重症危机 快筛阳性的民众其实要知道 要考虑自己的身体 有没有危险因子 有的话自己就是应该吃药的 那就应该想办法 跟医疗机构取得联络 近期疫情爆发天天破万例 在野党认为指挥官陈时中 要为疫情失守下台负责 陈时中一度静默8秒才做回应 但这句已经下台就没有回应 引发外界揣测 难道他会在疫情失守前 请辞下台 记者陈生冒玩一众 台北报道